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朝阳坡 我做作 有一只小鸟在寒冷的冬夜中 用颤抖的声音对自己说 冷死我 冻死我 明天天亮 做个窝 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它又改变了主意说 得过且过 朝阳坡 我做作 如此的重复了三四次 它终于冻死在树上 拖延就是 不再可以做的时候 做该做的事 拖延是失败的开始 拖延成性是一种心理的疾病 会使情况变得越来越坏 我们对于后果严重的事情 固然不敢随便的拖延 但人人都有因为拖延 而给自己造成大麻烦的经验 我们常常找的借口 例如 太累了 我没有力气去做 等比较轻松的时候再去做 其实 真正没有力气去做一些立场工作 只是那些年纪大 或是身体有疾病的人 才能够这样的说 不然我们只要一鼓作气 多半人都可以做完的 第二个借口 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去做 等我有空的时候再做 现代人永远不会有空的 我们要常常警惕自己 为什么 我先做别的事 那真正的重要吗 例如 看电视新闻 真的不能够错过吗 有没有其他变通的办法 重要的事情 我们总会找到时间去做的 第三个借口 太难了 等到比较容易 找到比较容易的方法 我再去做 戒烟就好像学弹钢琴一样 没有简单的方法 只有现在就开始努力的去做 许多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简单的方法 想找到方法的功夫 事情都已经可以做完了 所以现在就去做 才是最简单的方法 第四种借口 我现在不想做 何必勉强自己呢 真正具有生产力的人 都不是等到想做的时候 才去做的 有名的作曲家 巴哈 他的乐章 都是在圣歌班 等着要唱的压力之下完成的 第五个借口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其实最常失败的人 往往是那些追求远大目标的人 所以也不会把什么都不做 而从无失败经验的人 当作是一个成功者的 第六个借口 应当等到最佳的时机去做 其实最佳的时机就是现在 拖延往往只会失去机会 正如接受基督的信仰 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 因为谁也不能知道 明天还有没有机会 基督徒应当是一个 能够把握现在的人 您是否愿意抓住现在 来得到从神的鼓舞 完成一再拖延的事呢 谢谢